台南沙井岸20号进行省理庭 特别的是这一天刚好是 殉职涌进曹瑞杰的28岁名单 哥哥凌晨12点多在脸书po文 说今天是弟弟28岁生日 也是曹瑞杰离开的第120天 前几天半睡半醒 感觉弟弟就坐在身旁 关心哥哥的身体 而哥哥也承诺会照顾好阿公阿嬷 还叮咛在另外一个世界的弟弟 不要减肥不要勤俭 要好好享受 也献上生日祝福 更在文莫特地标注 弟弟是曹家的骄傲 而哥哥拖着生病的身躯 出庭弟弟弟说话 而图名节的二姐也到场了 每一次出庭对家属来说 都是再一次的伤害 上个月准备停 凶贤辩护律师要求再看一次行车记录器 确认到底林姓吴是否有主动开枪 而残忍画面在法庭上播放 图二姐的心好痛 但为了厘清真相也只能含泪看完 我们感受到的真功为过 两套标准 这样的处置是适当的吗 这次开庭 检方要求三位证人 法医判置信 还有难检见识中心的主任 简梦辉 以及搭载林姓吴离开现场的计程车司机 三人都有到场 而在庭上提出的证词 将成为法官判断依据 不过家属仍希望案件能数审数决 并且求处即行 TBS新闻顾守昌坦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拓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